这是我前几天给一些年轻人陪训的一些照片 就是关于党员会 最近这个党员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对这个支援者的服务很感兴趣 我希望就是相当支援者的年轻人可以多了解一下 这个方面有一些要求 28岁的美女美美来自意大利 在成都已经生活工作两年了 这段时间美美都在参加由共青团成都市委 成都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举行的一系列大运志愿者服务培训活动 而美美的身份则是作为志愿者老师 去培训有志成为大运志愿者的年轻人 我的一时间到了这里我就感觉不要离开 我就感觉不想去看别的城市怎么样 我觉得成都就够了 挺舒服的 不想待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成都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合适的 各种各样的人 外国人包括在内 目前美美在成都的一家学校做培训师 再加上自己之前有过很多做志愿者的经历 又是一名狂热的运动爱好者 所以在感受成都人民喜迎大运浓厚氛围的同时 她也想为大运会出一份力 明年大运会期间会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代表团官员 甚至官赛者会来到成都 如何为他们提供好更专业的志愿服务也相当重要 而作为一名外国友人 美美在很多方面有其先天的优势 像当主任者的人都需要知道一些关于不同国家的利益 所以我给他们培训的重点就是 关于别的国家的利益 有什么允许做 有什么不允许做 有什么事情可以说 有别的事情最好不说 我希望他们可以多了解这个方面 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习俗 除了为有志成为大运志愿者的年轻人提供培训 其实美美也希望在明年大运会举办期间 直接以大运志愿者的身份为大运会服务 这不美美早已给自己制定了规划和目标 希望可以当反应员 我觉得因为有很多来自很多国家的运动员 我觉得最重要是构头能力 语言极竅 所以我觉得我最喜欢做的就是做翻译人 明年大运会在成都召开 让美美这样的外国友人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参与其中 而作为成都本地人 大家的参与热情也是一天天高涨 成都大运会赛会志愿者以及城市志愿者招募工作 自启动以来得到了众多市民的热烈响应 截至9月底已经有接近40万人报名参与 我希望有更多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朋友们 他们可以过来当志愿者 我觉得虽然就是一个自己愿意做的服务 虽然不是一个能受欠的服务 但是我觉得这种服务可以让你感觉比较好 可以当一个好人的 成都大运会将面向在荣高校和全社会招募选拔 1500名骨干志愿者 3万名赛会志愿者 50万名城市志愿者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感受大运 融入大运 愿意为大运会贡献自己的一己之力